另外在基隆大五輪工業區也有意外發生 這家食品工廠有員工在幫推車輪胎充氣 疑似當時輪胎承受不住 接連兩台推車都爆胎 其中一名員工首部受到波及骨折送醫 專家就說了像這樣的推車在打氣的時候 輪胎膨脹 那鋼圈如果沒有鎖緊的話 就容易會彈開甚至是爆掉 因此最好也是由專業人員來處理 這個輪胎爆掉 對 這種輪胎 推車輪胎整個炸開變形磚頭吊在一旁 員工趕緊出來整理 他是在那邊打氣 面對記者問題員工低調回應 因為一個上午這家位於基隆大五輪的食品工廠 就出現兩次疑似因為輪胎承受不了壓力爆胎的情形 其中一名59歲男員工右手還開放性骨折 輪胎行老闆表示 推車輪胎打氣時有潛在危險 還是應由專人處理 基本上是要有經驗的人下去持座 沒有經驗的人雖然覺得裝得很簡單 但是它的潛在的危險性還是有 你在冰灌風的時候它在膨脹的話 如果如果鎖不緊它的鋼圈會彈開來這樣 但是你如果不注意你只是覺得我只是帶打風的話 這樣子非常危險 專家提醒輪胎打氣不要一次打滿 尤其天氣炎熱若是碰上輪胎老舊充氣過程 就可能因為爆胎增加危險 記者蔡志恒 基隆報道 好